高雄一名潘昕女子年前为了要找工作 来到了台南求职 没有想到却是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 不只被骗走了个人账户还被控制行动 家属发现女子失踪 吓得赶紧报警 远景追查之下 找到了嫌犯的据点 来到一处民宅的五楼破门攻坚 成功将诈骗集团的成员通通逮捕 大批远景指导民宅五楼破门攻坚 踹开每一道房门屋内五名嫌犯无处可逃 通通被压制在地 原来这群人是诈骗集团 涉嫌在网路放出假求职消息 一名来自高雄的潘昕女子上工 上个月16号和嫌犯相约在台南火车站附近碰面 没想到人竟然被骗上车 控制行动囚禁长达五天 一个家住高雄的潘昕女子年前为了求职 独自前往本市火车站 与不想歹徒碰面后失联 嫌犯利用假借贷广告 骗潘昕女子提供账户 而家属发现女子失踪后报警 当天就有三名成员被抓 眼看事迹败露 其他集团成员赶紧释放女子 但原警已经掌握藏匿地点 一举将人逮捕 远警搜查民宅发现在墙上有一个公布栏 原来是行程表 上面写着2月2号开工 除以15吃素 还有每个月要做善事 发明嫌犯还没开工前先被逮捕 实在讽刺 最后红旗才能报道